那王浩大哥 刚刚看到的是这一个程号分析 北卡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 那佛罗里达也是 宾州也是 那爱荷华也是 这个亚利桑那州台积电 要去的这一个地方都是 那所以川普事实上是加大力道 在这几个地方的造势行程 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宾州的行程 他诉诸的 仍然是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 那回到宾州 那希望宾州的这一个州民跟着发大财 然后选举的攻防 一方面川普是很会取绰号的人 所以他把拜登贴上很多标签跟绰号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今天很特殊的是 拜登说他如果当家 他要见达赖喇嘛 对 美国总统见达赖喇嘛 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 达赖喇嘛也是经常访问美国 不过最近这几年 因为达赖喇嘛年纪大了 所以他出访是明显减少 那蔡总统四年多 也没有见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也很久没来台湾了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上一再呼吁 蔡总统应该尽快邀请达赖喇嘛 来台湾访问 这个能够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机会 能够让这个台湾人民能够听到达赖喇嘛的这个开示 那这个实际上这个西藏的情况 确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状态 那这一次中英边境的冲突也有加入了西藏人参与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不光是在西藏 它在新疆问题上也大规模的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谴责 那这两天内蒙古又爆发了这个语言上的冲突抗争 这个外蒙古现在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件事情 所以这又冒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习近平本身在中国内部也是焦头烂额 那我回过头来稍微讲一下这个美国这个民调和这个选举 我个人确实觉得这一次美国的选举这个邮寄有选举的这个问题会很大 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确定 而且有长期的争议 而且开票时间会拉很长 开票时间会拉得很长 因为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所谓美国的登记选民的人口结构 和美国总体的人口结构是不match的 不匹配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总体人口里面 大概白人只占60% 但是美国登记选民有资格的选民 白人占70% OK好 这是差10% 这个是 也就是说这个特别是 这投票人的结构跟全样本 全母体不一样 对因为美国人口中间有很多人只是 只是比方说永久居民啊 或者居民 但并不是美国国民 或者他有居留证而已 有居留证但并没有选举权 所以这个差距很大 所以美国真正有资格投票的人 只有70%是白人 OK 那剩下来就是非洲 然后西班牙裔的就是拉丁美洲人过去 然后有亚洲裔的 亚洲裔的可能也就只占3%左右 所以这个比例是不高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传统上投票率是不高的 大概65%可能都不到 这样一个情况 那当然因为美国国家太大 而且另外一个他们投票时间并不是在周末 所以也影响到投票率 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每个州的政策又都很混乱 它不是全国统一的 每个州自己在决定 所以有些州就民主党控制的州 就在大规模的推行邮寄投票 而他这个邮寄投票不是以前美国的邮寄投票 因为美国传统也都有邮寄投票 就是说你比方到这个人因为出差或者身体的关系 或者你在国外或者什么原因 你不能够自己去投票 这样投票 你要预先申请 拿到选票你邮寄 而且你要在大选之前就把这个票寄回去 但是这次民主党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就鼓吹在全国范围内 不管是谁 你要不要邮寄 他都预先把所有的选票都寄给你 然后他预先根据他们有的这个登记注册的名单 把这个预先的选票通通寄过去 那就发生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混乱 那然后第二一个 他把收回有投票的 收回选票的时间 做了很大的宽松 以前比方说加州规定 你在选举结束之后 三天之内收到的选票才有效 现在他把三天放宽到17天 OK好 你就是 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以后 三个星期之内你寄回去的选票都算有效 我如果要买票 我还可以到处去收购空白的票 然后再补一补文件 然后就回寄回去 是这样啊 是这样啊 这个 这个有点像在台湾曾经炒过 2018柯文哲那次的开票 是 边投票边开票 边投票边开票 而且他边投票边开票 可能还维持很久时间 柯文哲那个才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已经炒半天了 他这个时候 按照加州现在要做的事情 他要17天 就是开票完了以后 你还可以继续游记 那我就回说 司法部长说中国干预选举 加州华一华人最多 要干预可不可以去加州 搜一搜空白的票 然后再来整理 然后再整批地回去 好在美国因为有选举人制度 这个有一点限制 反正加州反正他有 他肯定是民主党赢 他有多少票 但是实际上有影响 为什么 两年前美国的这个国会选举 加州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当南加州从来都是共和党 占多数的 当时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是个韩国人 他已经选上了 然后他自己还跑到华盛顿 国会已经开会了 开会了两个星期后 突然说邮寄来的选票 说他落选了 然后共民主党的当选了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川普很紧张 好我们稍后回来